-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-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-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-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春 -我们今天来介绍陆服新的其实活动 -官方可能担心四胜一宝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 -所以马上加开了一个四胸的一宝 -四胸一宝的活动跟四胜一宝一样 -抽奖的道具都可以共同使用 -这边顺便跟各位说一下 -这个天外食胚是抽其实的道具 -这个东西买了之后可以囤着下一期使用 -然后抽取的过程会获得其实精华 -这个其实精华也可以留到下一次使用 -我一直以为其实精华不能囤着使用 -结果有热心的朋友告诉我 -规则里面就已经有其实精华可以保留的讯息 -真的是万分的感谢啊 -这个资讯非常的实用 -然后四胸一宝开放之后 -兑换商店会有些许的改变 -9个其实精华可以兑换5个特殊一宝 -相比以前的其实活动 -兑换5个碎片需要用到10个精华 -所以如果你是白嫖的玩家 -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-没错就是把精华全部留下来 -等于说先把精华囤着 -然后未来使用的时候 -每兑换5个碎片就可以省一个精华 -那这样子有大量精华的时候 -就更加的划算 -OK那再来我们来介绍四胸一宝 -当一宝达到六星之后 -可以触发套装效果 -两件套的时候加爆伤2% -三件套的时候加隔档2% -四件套的时候加速度5点 -不过这个六星效果看看就好 -不是我们这种平常人可以玩到的境界啊 -我们直接以凡人的角度来看二星羁绊就好 -二星羁绊是开场触发 -为敌方权力附加四胸状态 -攻击时有40%几率 -使本次伤害降低30% -受击时有40%几率额外受到30%伤害 -持续两回合 -简单来说就是敌方会中一个四胸的buff -然后攻击的时候有几率降低伤害30% -然后被打的时候也有40%几率受到额外30%的伤害 -就等于说你就是一个超级衰的人 -打人会跌倒 -被打会流血 -这个buff说真的非常的实用 -我个人感觉比四胸一宝还实用啊 -OK 再来我们来看四胸一宝到底有何威能 -四胸之一混沌 -总类亚运 -六星的时候 -有方首个侠客死亡时 -恢复剩余侠客以损血量30% -并降低敌方全体侠客攻击15% -持续两回合 -并附加进怒无法获得怒气 -持续一回合 -说真的这个一宝效果还可以 -但是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强 -因为现在征召登场之后 -我反而觉得补血30%还好而已 -而且他是恢复以损失血量的30% -如果是直接补货增价值的30% -我觉得还有点价值 -但是是以损失血量我就觉得还好而已 -不过后面的进入一回合倒是还不错啦 -可以拖延别人一回合的怒气 -然后平民玩家的二星 -恢复以损失血量15%和降低10%攻击 -我觉得以二星而言就还蛮划算的 -毕竟二星比较便宜还行 -四胸之一 -桃物 -总类 -玄奇 -六星的时候 -开场触发 -对敌方权利侠客有100%几率 -50% -这个异宝的价值比真系列还高 -因为他是开场触发 -真的是有够唬烂的啊 -天啊 -超级有够恶心啊 -各位 -再来我们来看平民版的二星 -开场的时候也有60%均率实化 -这个异宝看起来必须优先养满 -不管是打任何的队伍都非常的实际 -而且68均率说真的不低吧 -四胸之一 -饕贴 -总类 -藏兵 -六星的时候 -提升友方权利侠客的最终增伤10% -并且友方权利侠客每施放5次技攻 -回合结束时有70%均率 -使随机一名侠客进入饕贴状态 -消耗50点怒气 -施放一次技攻 -不满50则消耗剩余全部的怒气 -不受控制影响 -每回合仅触发一次 -光前面的最终增伤已经价值连城 -不过他不是最终伤害是最终增伤 -看起来又是一个新的属性啊 -不过以增伤来看 -他获得的效益应该比伤害还低 -10技能转换的伤害就不晓得多少了 -不过有意思的是后面的技能啊 -只要你施放5次技攻之后 -回合结束的时候就有78均率 -随机进入饕贴状态 -这个就有点类似林曹英的复仇技能 -跟独孤求败的独孤18剑 -等于说全部的侠客都可以像独孤求败一样展出18剑 -只要你随机到关键人物 -像是西狂、郡竹、北侠这些杀伤力爆表的侠客 -很容易就扭转的战局啊 -而且如果你还在坚持使用独孤求败的玩家 -如果你不小心展出了独孤36剑 -然后回合结束的时候又不小心戳中了他 -那不就变成独孤45剑吗 -看起来好像是还蛮好玩的耶 -蛮实际的感觉算是还不赖 -再来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玩家的恶心 -变成提升最终伤害3% -然后回合结束时是40%几率进入饕贴状态 -算是也不错啦 -最终伤害3%不无小补 -然后剩下的40%就听天由命 -赌到40%就皆大欢喜 -但是赌不到40%也不可惜 -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情况 -如果你是玩北侠队的玩家 -你的帮主黄龙这一回合已经石化了5个敌人 -那回合结束的时候又不小心戳到帮主 -那帮主把剩下的怒气再控制对手一次 -那这样下一回合的时候帮主还会有怒气吗 -应该说这样子的话到底划不划算 -这一点好像怎么想都有点亏吧各位 -所以这个一宝看起来像是一个双面刃 -如果你是控制对的玩家 -可能就不太合适吧 -四兄之一穷奇属于真势 -六星的时候提升友方权利侠客的最终减伤10% -并为友方权利侠客附加穷奇状态 -血量首次低于50%时 -有70%几率使自身受到了技攻伤害为1 -并且受到技攻时恢复以损失血量10% -持续一回合 -跟刚刚的一宝一样 -这一次是最终减伤10% -看起来又是一个不得了的属性啊 -而且是偏防御性的 -这个价值更高啊各位 -毕竟我们台服是高攻版本 -这个最终减伤就真的非常实用 -然后他后面技能只能持续一回合 -所以他是一个防秒杀性质的一宝 -只要你首回合的时候 -狭克血量低于50%时就有70%几率触发 -触发的时候人人都是所血的绝远 -这点非常暴力啊 -而且他比绝远更加实际 -因为他也可以恢复以损失血量10% -以血量50%触发来看的话 -损失10%等于说多补5% -多补5%算是真的不无小补啦 -主要还是那个所血真的非常的霸道 -尤其是偏防御性质的独队 -这个一宝简直就是量身打造啊 -再来平民玩家的恶心 -最终减伤是3%不无小补 -然后血量50%的时候是40%几率触发 -但是不会补血 -以40%来看的话算是几率不高啦 -不过触发的时候 -你一定就是上帝的宠儿 -这个一宝感觉也能扭转战局 -你想看看 -如果你遇上巴麦怪商队 -被真龙女或真羊过打 -结果刚好触发这个一滴 -哇塞 -直接废了对方一只主要角色啊 -这个一宝说真的也算蛮凶残的啦 -OK -以上就是新的四兄一宝介绍 -各位觉得这次的四兄一宝强悍吗 -我觉得他被称为四兄当之无愧啊 -真的是有够恶心的啊 -天啊 -好啦 -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 -我是小春 -咱们下部影片见 -拜拜 -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